粉丝遭酒驾撞身亡 刘涛心碎 人群中一眼就能看见39岁的大陆女星刘涛出道 17年 2003年以电视剧《还珠格格》 天上人间编店木杀公主一角走红 在以狼牙榜里的霓皇郡主打开赛知名度 也演出热播夯剧《米月传》 拥有不少死忠粉丝 今12日刘涛分享一名叫做欧阳的粉丝微博内文 并写下下辈子我们还会再见 原来这名粉丝前一日下午 遭酒驾的机车骑士追撞 不幸身亡 刘涛难过地表示 愿这样善良的灵魂 不要再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 据悉 涛粉欧阳是一位热语做公益的阳光大男孩 从他的微博中 可以看出他非常喜爱刘涛 不久前曝出一张刘涛眼睛的特写 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我最爱的眉眼 该张照片今日也被本人分享 刘涛表示 在人群中 他与粉丝一眼就能看见彼此 最后他也呼吁大家珍爱生命 远离酒驾 粉丝们纷纷留言 追到欧阳 也有不少他的朋友来呼喊 你看你老婆在翻脸牌了 还不快回来 上原多箱子出轨害死夫 报将被演艺圈放逐一本经典乐团 Speed 成员上原多箱子近日淹三年前 上吊自杀的丈夫挺遗述代留 揭发了当年他与男星阿布丽的不伦恋 挨轻逼死老公的多箱子 和小王阿布丽在日本被网友后轰是肩负音负 人气跌倒谷底 却不见多箱子的公司出面灭火 日媒则报道公司已决定不再保护多箱子 传达不久后很有可能被演艺圈放逐 三年前还死老公的婚外情爆发 后 上原多箱子昨日按照原定计划于 名古屋彩排女歌手三昌子的音乐剧 据悉 多箱子私下为了自己的丑闻 已事先向工作人员与搭档道歉 会就无故牵累到其他人 而该音乐剧今天首登场将表演到18日结束 势必演来大批媒体争相采访 其他演员被问此事则不愿回应 另一方面 离婚的阿布丽陷入布伦恋丑闻后 有人透露 他与大陆演员妻子是可以早在2012年分居 更有路没指出两人早 就低调签字离婚 但时刻的经纪仍表示 艺人的私事不回应 阿布丽方面也尚未对婚姻状态说明 刘若英开唱爆泪 梁静茹住这亲亲好暧昧 刘若英11日起 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2017 瑞尹我赶刘若南演唱会 他穿上白衬衫 西装裤 反串成刘若南 全是忘情水 吻别等个 唱到顽固时 他突然爆泪唱不下去 用尽全力硬唱完 下一趴时迅速恢复正常 和来宾梁静茹合唱分手快乐 阴天等个 梁静茹惊呼 今天你是属于我的 你今天真的太 帅了 两人当场嘴对嘴上演甜蜜亲吻 刘若南和刘若英一样 自我要求高 唱到不再让你孤单时 他刚唱两句就喊卡 要求乐手配合重来 唱完故事 他一次耳机掉落 中间落掉一小段没唱 他尴尬笑笑 到副歌时 又再度中断歌声 以为是他耳机又出状况 结果他头一抬起 泪流满面 不能自己 但下一段talking时 他对爆泪仪式之字位体 转换情绪介绍嘉宾 我觉得他的 声音应该是宇宙最温暖 刘若英应该不想请他 因为他一来 刘若英就不想唱了 说完梁静如便从舞台后方现身 台下观众一阵惊呼 他忙拿着金帮刘若南擦汗 画面看上去相当暧昧 刘若南笑说 真的觉得做男生很好 台下观众皮海放开他 逗得台上两人大笑 刘若英和梁静如虽然过去同门多年 却是首次合作 一亡以后默契十足和唱了伤心地铁 音篇 我是真的爱 第一集分手快乐 上元多箱子出轨害死夫 报将被演艺圈放逐日本经典乐团 Speed 成员上元多箱子 近日烟三年前 上吊自杀的丈夫 挺遗书败留 揭发了当年他与南星阿布丽的不伦恋 哀哄逼死老公的多箱子 和小王阿布丽在日本被网友后哄是肩负淫妇 人气跌倒谷底 却不见多箱子的公司出面灭火 日媒则报道公司 已决定不再保护多箱子 传达不久后很有可能被演艺圈放逐 三年前 还死老公的婚外情爆发 后 上元多箱子昨日按照原定计划于 名鼓舞彩排女歌手三昌子的音乐剧 据悉 多箱子私下为了自己的丑闻 已事先向工作人员与搭档道歉 会就无故牵累到其他人 而该音乐剧今天首登场 将表演到18日结束 势必演来大批媒体争相采访 其他演员被问此事则不愿回应 另一方面 离婚的阿布利陷入不轮廉丑闻后 有人透露 他与大陆演员妻子 是可以早在2012年分居 更有路没指出 两人早 就低调签字离婚 但时刻的经纪人表示 艺人的私事不回应 阿布利方面也尚未对婚姻状态说明 也不及避免 最后一日便被判变了 我对他事不回应 但现在有钱是对 我说的事不回应 你还没有出现